恭喜投資長本週經濟日報 績效第一選股 寶瑞創歷史新高漲停 重點是今天的標題寫說 巴菲特真的買了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上一千元 台股上兩萬點 真的不是夢嗎 真的 我今天有很多數據來告訴你 巴菲特爺爺是認真的 沒在跟你開玩笑 你不要一直覺得 巴菲特買了就要落跑了 一買就要跑了 巴菲特爺爺是認真的 那如果巴菲特買台積電 讓台積電上了一千元 台灣股市難道不會上兩萬點嗎 所有的標股介紹 今天的節目一定要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ona 今天是11月15日 台股開盤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五點 中場收在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六點 漲三百七十一點 聯準會理事放出鷹派言論 表示離升息的終點還有一段路要走 美元指數回升 因此每股四大指數全數收低 再來看到台股大盤 今天受到台積電強勢拉抬影響 成功突破一萬四千五百點 明天台紙期結算會怎麼走呢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同朋友大家好 哇 大家好 記得要幫我們影片按讚喔 是是是 按讚喔 我好開心喔 而且我今天標題非常爽動喔 巴菲特真的買台積電的 而且會讓台積電 三千元 台灣股市兩萬點不是夢 我沒跟你開玩笑的喔 我除了今天節目很精彩 我禮拜六會不會爆爆爆 我告訴你巴菲特的小故事你就知道 他來真的 不是來假的 也不是來陰的 同朋友你繼續說來 是那沒想到上週五才剛站上萬四 現在呢離萬五的距離 重點是那時候上萬四大家不相信喔 我啃雞排給大家看喔 一個月前有人跟你講說 台灣股市12629 大家說捨捨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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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沒關係啊 賠就賠啊 可是我所以是贏家 你會哪個分析師敢像我這樣壓雞排 而且是一個月內散一個月展一萬四千點 他說一個月展一千四百點啊 喔是 一個月展一千四百點 哪個分析師敢像我這樣子 承受這麼大壓力 是 任何人批評我都沒有關係 可是 粉絲可以批評我 同業批評我簡單 他有辦法像我承受這麼大壓力嗎 喔是 有辦法嗎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啦 台灣分析師就是 我 跟大家講我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我就喜歡直球對決 我沒人家開玩笑的 對就對錯就錯嘛 結果 上萬四以後怎麼樣 我說再漲七百點 你們不相信 我現在瞬間 快一萬五了 真的 在一萬兩千六百點的時候 你有想過瞬間要到一萬五嗎 沒有 來你繼續說 來 好那早上的時候我有看到投資長 有Telegram快報喔 說巴菲特首次買進台積電 凌晨七點也是為大家服務啦 凌晨三點也為大家服務啦 叫我7-11啦 你們繼續說 來 而且買了一千兩百多億的台積電股票喔 台積電嘛對不對 買一千多億 買一千大概一千三百億啊 一千三百億 對 因為我有要跟著 台幣是乘以31喔 你說 然後帶動呢 今天台積電的股價盤中接近漲停 而且本來投資長是預測啊 今天可能會申報另外一個 哲哲魏哲家總裁大量買進台積電 但沒想要是更大咖的股神來接老天爺的禮物喔 對啊 都是這樣 更大咖啊 所以等一下我告訴你 我就說今天節目我會告訴你 兩萬點不是夢 然後我週末還有一個 很多動畫的然後專題告訴大家的 為什麼巴菲特買台積電 讓台灣股市真的要剩兩萬點 好你繼續說來 那恭喜投資長 本週經濟日報 績效第一 選股保瑞創歷史新高漲停 再來中砂也漲停 樊軒盤中接近漲停 那想要問投資長明天有很高的機率 會拉高結算嗎 當然樊軒中砂這些股票 是之前講的股票啦 沒關係啦 你也不要算到我這邊也沒關係啦 你不要說什麼股票我都 都算我的沒有關係 你也不要什麼跌停都算我的 沒關係 同時沒有很多都同業亂丁 化身為網友我都很平常心 我要是跟大家講 全台灣哪個分析是最有價值 我們再看一次重播 你就知道前面片頭 為什麼多很多粉絲願意跟隨著哲哲 我們看一下這件事 Luna我請問你一件事情 在台灣股市一個月前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邊 沒錯吧 對 10月19號的時候在這邊 剛好跌破 剛跌破萬事的時候 沒錯吧 是 這10月19號沒錯吧 剛跌破萬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播 來來來 看這個看這個 你來你來你來 來來你來 好大你就來 好大你就來 來來暫停喔 來這樣 來 Luna你給我聽 10月19號怎樣 對 台股萬三失守 折折居然喊萬事OK 在台股萬三失守的時候 折折喊萬事OK 然後賭一千份雞排 我告訴你 最快快一點的話 11月10號之前就會噴出來 然後11月10號是什麼日子 是CPI的日子 所以11月10號重要轉折 我正在講對不對 有 那你看喔 連勇看起來不錯 現在都噴翻天了 隨便包一檔股票都飆股 我再跳快一點喔 馬上跟你講 是不是都這樣長 那這長得不錯嘛對不對 是 都長到現在很誇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 念給大家聽喔 來來 3 這萬三失守 折折喊萬事OK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差不多 3萬人看啦 加上我們字幕板大概有 快5萬人啦 我這是字幕板 還有沒有字幕板的 好來 321看喔 很快是一個月兩個月 我直接跟大家講了 來 像今天幾號 就一個月內 我認為一個月內就會上萬事 甚至比你強中快 甚至比你強中快 因為11月10號就公佈了嘛 就公佈CPI了嘛 之前就會反應了 甚至更快 快點是11月10號之類 一個月內會上萬事 一個月內會上萬事 有沒有看到一個月上萬事啊 然後賭雞排啊 看到這邊喔 結果 結果 欸 10月19號耶 台灣股市不到一萬三千點耶 萬事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你先來看看 然後我說什麼 10月19號 你看是10月19號嘛 一個月嘛 一個月是什麼 11月19號 10月19號是禮拜六 等於11 我還扣一天耶 等於11月18號之前 我說萬事 你不相信一堆人笑我 同業要笑我 I don't care 你就是先像我一樣 要嘛你就要台灣50 要嘛你就壓雞排嘛 壓雞排壓力更大 一個月內怎麼樣 要賺 要賺1400點 沒有人敢像我這樣子 對 沒有人敢像我這樣子 好 賺 14000 你好像覺得很難 結果現在呢 我講話比賽 結果你現在 那你告訴我 現在大盤點會多少啊 14546 14546 蛤 那 我今天很激動 看製作單位 可不可以再拿個皮球給我 我有沒有告訴你 皮球理論 皮球理論 皮球皮球 沒有啦 皮球皮球理論 我有沒有告訴大家一件事 說皮球理論 我有沒有告訴大家 求勞是買盤 現在連線 現在在直播時間是2點50分 我有沒有告訴大家這一切 來等一下再公布5分鐘 在5分鐘就外資的買超 我告訴你今天外資買超 會超無你想像 為什麼 你沒有搞清楚一件事 之前他們不願意買台積電 是覺得台積電會有台海戰爭風險 你覺得今天巴菲特 買了1300億是開玩笑嗎 不是 Runa如果有男生一個男生追求你 然後在你身上 畫面給Runa 在你身上砸了1000萬 你會覺得他是跟你開玩笑的嗎 不是 是不是 那不是嘛對不對 那自衷我們自衷 所以我同朋友我講一件事 砸了1000多萬 如果一個人在你身上 砸了100塊 你可能說他是開玩笑的對不對 沒有很認真嘛 砸了1000多萬 你會覺得他是不是認真的嗎 我在講一件事情 巴菲特第一次買苹果 你知道 買10億美金而已 買300億台幣而已 第一次 結果把蘋果買買買買買 買到40最大 他還可以當40最大的 全世界40最大 全世界40最大的公司 最偉大的公司 最貴的公司 他給他買成第三大股東啊 哇很厲害耶 巴菲特成為蘋果裡面第三大股東啊 庫克都要拜託他 你可不可以 你蘋果手機你不會用 我來教你好不好 是真的啊 是 這個人那個時候那麼看好 蘋果的股價才買10億 現在給我買41億的台積電 你跟我說他是隨便亂買的 你快笑死我 今天一堆賞物問我 走走 買台積電 第三季買的啊 啊第四季不能賣喔 你是在說什麼 銷尾 沒有 take銷尾好不好 冷靜一下好不好 說什麼銷尾 巴菲特買股票 都是用10年來算的啦 平均持股17年啦 沒錯 啊知道沒有 人家剛好活的老 92年來 第一次這樣認錯 買台灣的股票 你覺得他以後會不買嗎 他說過一句名言 欸 你說很奇怪 外面很多youtuber 哇很多年輕朋友們 了解股神巴菲特 每天男男散口 你知道什麼男男散口 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要貪婪 別人貪婪的時候我要恐懼 每個人這樣講 啊一萬三千點的時候 大家恐懼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貪婪 你為什麼不要砸台灣50 砸個幾千萬一樣 為什麼不敢 為什麼不敢賭一千本雞排 就只有哲哲通通敢 我再講一件事 只有我在一萬兩千六百點 我告訴你一萬四 我告訴你一萬四以上 我告訴你一二六二九 就是底部了 我告訴你這個皮球理論 今天韓國股市盤中是漲一跌 跌 是跌喔 是跌嚇到對不對 你想說台灣股市漲那麼多 我有沒有說這個皮球理論 怎麼樣皮球理論 同朋友 壓越胸 彈越大力 太激動了 再一次再一次 同朋友 是 對不起 壓越胸 怎麼又彈歪了 今天沒有皮球 對不起我覺得我好像玩製作單位 來同朋友 壓越胸 彈越大力 這不是就皮球理論嗎 壓皮球理論 好不用了謝謝您 對不起 真的謝謝 我們製作團隊真的很配合我 不好意思 丟了三次 我今天亂丟 好像丟紙叉球一樣 今天外資至少買五百億 為什麼 因為那些外資 很多外資都少年人啊 你知道嗎 我只問你一件事啦 他如果不買台積電 他上面的人 或者其他經濟經營人 巴菲特都買台積電 你為什麼不多買一點 哦 對啊 是不是 是 之前有新聞啦 老公買台積電 all in 老婆要跟他吵了離婚啦 結果現在離一離 開心到下一位啦 有必要嗎 有必要嗎 同志沒有 而且我告訴你最新的新聞什麼 你知道嗎 最近新聞剛好出來了 我們都是live 都沒要騙的喔 外資買超847億 847億 哦不錯我喜歡你的眼神 847億 對啊 求老是買盤 你就不理我 我是說求老是買盤 這我發明的喔 你們在亂用沒關係 可是你們不要說自己發明的喔 不然我跟你講哦 也不會因為重視提告啦 可是我可以很大聲跟你講 絕對是我第一個講的 為什麼 因為就我想的梗嘛 不買就進求老 外資是進求老 進退兩難 847億 我告訴你一件事 外資現在 今天買多少 我看哦 1.2兆是不是 他本來賣1.2兆 1兆2377億元嘛對不對 是 現在賣800多億 買了800多億 大概還剩1.15兆 1.15兆 所以外資要慢慢回補 1.15兆 他本來就應該回補個6000億 沒有我在感覺什麼 巴菲特 你聽我講的 我今天在花大概5分鐘 我 我禮拜六報到報更精彩 我告訴你 巴菲特買台基金代表是 所有的外資 都會重新評估 台灣電子股 聽清楚 台灣電子股 怎麼可以這麼低的本益比 Google Frontries 格羅芬德 為什麼 明明怎麼樣 明明公司 比聯電爛很多 為什麼本益比 就是要比聯電高很多呢 是啊 為什麼聯電本益比要不到10倍 為什麼聯發科本益比不到10倍 他們都覺得台灣會發生戰爭 我問你一件事 就像我講的 你覺得 今天 怎麼樣 巴菲特買台基電是認真還開玩笑的 認真的 他本來個性就認真 一個92歲的人個性不會改變 沒什麼老皇甸 你不要想太多 92歲的人個性就不會改變 反而更固執 他買了他就是不要犯 他就是不要走 對 比亞迪那時候買了是8 最高來到我看一下 好像260吧 攬幾倍 漲很多耶 說錯了330元 漲30倍 832484 漲到40倍 8432嘛 8 8桿圓 漲到330桿圓 比亞迪還算快的喔 今年才賣 買了14年才賣 所以他買台基電10幾年 再講一次 巴菲特買股票平均持有的連線 這17年 台灣有福了 因為巴菲特的關係 3000元的台基電很正常 他買蘋果股價漲7倍 買比亞迪 漲多少 漲到40倍 我現在我又沒有很多 他平均成本大概就500元啦 就現在啦 就現在你沒有錯 因為他是第三季買嘛 對不對 就現在你懂不懂 就平均成本大概是現在 如果平均買的話 480元 不是沒有 480元 然後我不要說什麼 40倍 7倍啦 我兩倍就好了 不就快1000塊嗎 那為什麼 1000塊 台灣股市不能上200萬點 這要等多久 我只告訴你 那至少台股不會破底 你拜託你們不要再說 那個巴菲特買台基電 準備賣掉 我跟你講 真正的贏家 就像我一樣 我做股票 你不論做什麼股票 你或是台灣股市 沒在賠個一兩百萬 賠一點錢 受不了的啦 也沒在賺一兩百萬 就要想走掉的人 的人啦 我告訴你 朋友今天最新新聞啊 我不是說要理應外合嗎 我今天連線上來講啊 我不是三大轉折嗎 這轉折都對啦 第一個FED暗示緩慢升息嘛 是有點晚下啦 可是美國CPI 漸漸是不是噴出去 對 是不是從CPI 漸漸噴出去以後 台股整個很強 是 你看這個轉折 因為大家覺得漲太多了 結果CPI 再噴出去漲500點 再漲 我說再漲700點 馬上又再700點了 真的 然後再700點 好誇張喔 又再漲 這個CPI是最重要的轉折 你看喔 趕快喔 今天不能再臭屁太多 我要講股票了 10月15號之前 要持股公告 為著加買台機店進千張 我現在只看到一個怎麼樣 畫面給我 看到什麼消息 看到喔 我講錯了是不是 嗯 你都說的 是347億元 我要被我團隊整個氣死啊 對啊 是347億元是不是 為什麼剛才看到847億元啊 還是投資長太開心了 沒有沒有沒有 是這個團隊坑我動啊 拍謝 好 那我 所以我要再扣掉 347元也很多啊 也很多啊 500億 好 如果你去347億 我有一天會被我團隊的人 我可以氣死 你知道嗎 對啊 會氣死啊 對啊 我為什麼剛才看800多億 然後給我看347億 快中風了 你知道嗎 每天會中風 我跟你講 哪天我不能上班 就是我那個會計師特助 搞死我的 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 我應該是他 我不知道誰啊 對啊 我趕快快氣死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來 可是至少現在確定是外資買超 347億元 那至少是買超這麼多嗎 是不是 好 所以啊 有時候你知道嗎 不怕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最怕什麼 叉叉班的隊友 不要亂罵人家 變汙辱人家 可是真的要被氣死 每天在前面墮展 然後給我錯誤數據 我超討厭錯誤數據 可是我要告訴你 扯遠了 外資買超347億元 還是剛開始 這個 除我剛才講錯話 只有這個東西 其他我要告訴你 外資 巴菲特是買認真的 好 我不要花時間 他因為 一直叫我畫圈圈 要講股票了 所以我要告訴你 這邊 準備開始再噴出去 巴菲特是認真的 不是開玩笑 拜託你 你們多了解巴菲特 你就知道 然後 我要跟你講 BRD這個東西是沒有錯 因為我自己有檢查過 BRD是只好漲40倍 是 才走掉 然後 然後那個 蘋果 漲7倍 所以 為什麼 如果台積電 漲7 漲到7倍 漲到8倍 我告訴你 500 4000塊 85 40 當然這是10幾年 你聽懂嗎 可是我告訴你 這邊會是底部 因為從現在開始 大家怎麼樣 不會賣台積電 不會賣 不會賣 因為一殺下去 巴菲特買這邊 你買賣什麼頭 一定馬上被人家刀啊 賞物也知道 所以不會賣台積電 所以基本上 秀一下我的簡訊 買在400元以下台積電 叫大家買 有啊 有人就刀我 哲哲 600元以下台積電 是老天爺送給禮物 你秀這張圖給幹嘛 我真的整個聽了以後 整個LXX火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 同樣 600元以下台積電 是老天爺送給禮物 我什麼時候不承認 我沒有講過這句話 就像敦泰 好像我現在 一直在買敦泰一樣 我快受不了 然後一些同業 化身為玩友 沒關係 你要再成為下一個 Aaron個死 我就把那個玩友挑出來 然後我要說你就是玩友 歡迎來告我 你聽懂嗎 同樣都是一樣啊 我什麼時候沒有承認 600元 幾下台積電 我說過 600元現在台積電 是老天爺 我什麼時候沒說過 那我請問你現在 如果600元也買 你400元以下也買 Luna是不是現在是快回成本了 巴菲特的成本 你在這邊附近 我哪邊錯 如果再過個一年 再過個兩年 就像我講的 突破1000元 你到底是要謝謝我 還是要拿禮物來ㄎ我 要謝謝你 是啊 謝謝啊 你拿禮物看我 我也謝謝啊 是啊 對 我有沒有說過400元以下 台積電是老天爺的眼淚 有沒有講 阿根廷啊 Don't cry for me 阿根廷 你不要為我哭泣 台積電 你也不要為我哭泣 然後咧 應該要唱首音啦 沒關係不重要 我們要講股票 好 來 所以台積電概念股 這邊都漲了 這禮拜 至少一個月喔 台積電概念股會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我就跟你講台積 12629 拜託 你不要再想會再破滅了 好不好 銅膨也下滑了 也不會升息這麼嚴重的 然後詹昭盟又給你 詹昭盟又給你 詹昭盟那個 那個 魏哲家 巴菲特又買進 然後今天 今天你內部啦 內部啦 買238張啊 買238張啊 但不確定是誰買的這樣 但不確定是誰買的 買238張 然後 然後 買238張 但不確定 最新的消息 可是內部的 買200多張 也算很多 你不要以為 每個都是巴菲特好不好 拜託 可是一個可以靠股票 做成股神的藍人 你不相信他 你不相信我 你要相信他吧 好不好 繼續跟你講 你看環球晶 台灣50 投資廟 你有沒有買 你有沒有買 這是ETF啊 這是基金啊 你有沒有買 最低 90 100元不到耶 現在114 115耶 投資廟 你如果是買個幾千萬 你可以從最多賠600萬 到現在倒賺快400萬耶 有沒有 你不要說你都沒有錢啦 我先給你一些新股票 因為我抱抱抱你要訂閱 我說前三名 我已經前三名有這一個跟講 第一名 第三名是臺積電 是 結果現在噴成這樣子 兩個禮拜前的節目 抱抱抱 然後 第二名 我們來公佈前三名 第二名是保存 那要保存喔 你現在看 這時候你現在噴出去來講 拜託 我是兩個禮拜前的節目 是 都是本益比極低的 都是20年來最低的左右 20年來最低的 那你不買 哪都是20年來都在賺錢 除了連電 有兩年來虧錢 不然其他都是20年來賺錢的公司 你懂嗎 嗯 最委屈的 不是巴菲特爺爺買台積電 最委屈的是 聯發科 是我哲哲公認的 聯發科 本益比 今年賺80塊啦 本益比 9872啦 剛好9倍啦 金肉海嘯還有10點 11倍左右 你不買聯發科要買誰 所以 我要跟你講 來一天巴菲特爺爺買聯發科 我覺得也不為過啦 當然他不是最好的 為什麼不最好 可能要買高通 可是來一天巴菲特爺爺 脫個下買聯發科 我覺得不為過 我要認真跟你講 台積電的本益比 會重新塑造 會提高 因為如果連巴菲特都認為 台海沒有戰爭風險 所有的本益比都不應該委屈成這樣子 記得我這句話 台灣股市12629 可能會是不只是今年最低點 這個基本上已經反正確定了 1月629點 不會破了 你不要太多 你要不要跟我賭一千份雞排 也可以 來 你留言我給你賭一千份雞排 好不好 ok 我是跟你說真的 好不好 我非常有信心 那你要留 你要留真實姓名喔 來 我可以告訴你 我真的有信心 好一樣 這個6488環球晶也是有什麼 因為台積電漲 但擅有的也會漲嘛 所以今天想上去嘛對不對 5483充美金 怎麼樣也有機會噴出去喔 好不好 還有什麼 對對對 前三名的跟你講 好我們今天看一下喔 那個友達 友達 友達其實這個股票 你媽媽馬上噴出去 友達噴出去的時候 已經是實體景氣噴出去了 啊 昨天最爛的 昨天太也就像我講的 講的好像我一直在買 我也是沒辦法 可是你看今天有拉到平盤以上 我就真男人啦 我真男人啦 一千一千檔股票 或者蛇蛇買了 十檔 二十檔股票 哇 最爛的股票 通通算蛇蛇的 你聽懂嗎 嗯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就這種人 該講就講 不該講不敢講 我就這種人啊 啊 越嗆我越大聲的同業 越不敢參加選股比賽 越不敢自己買台灣五十 越不敢跟大家賭一千 一個月內 一千份雞排 載一千點 甚至載一千四百點 沒有人敢在什麼時間內 上幾點的啦 沒有人啊 我講這些東西 我都不是嗆各位 我要講是針對我的同業 或者是 有些分析是這種無聊 或者是 化身為玩友的同業 可是你要想清楚 越多人同業攻擊蛇蛇 越代表一件事情 蛇蛇真的很認真結盤 蛇蛇有些東西 雖然講起來噁心 可是誣懈可惜 什麼意思 他們找不到理由啊 就這樣攻擊啊 為什麼不像我這樣直球對決 為什麼要來贏的 來贏的沒有用啊 因為 有比我認真嗎 我很認真努力做這些東西的 我也敢參加選股比賽 我參加選股比賽 我這次是不是冠軍 現在不是啊 啊怎麼知道每次運氣不好 每陣子禮拜選的都不會標 都下禮拜才標 啊怎麼辦 沒有辦法怎麼辦 平常心啊 就像我那時候 數一個月散雞排 台灣股市是先上去還是先下去 對不對 先下去 先下去啊 每次都不給我面子啊 平常心就好 好來我們剛剛看一些東西喔 來 台積電概念股現在開始要噴了 要注意喔 我就暫停同學怎麼看 你不要想那麼多 中山之類跌那麼慘 還是我什麼DNA標股 是不是 這邊都剛開始起漲好不好 世界先進也是一樣 來來來我們大聲說 連電啊 我三幾塊 我每天拜託你們啊 這抵達多久啊 打了半年啊 我跟你講啊 我講我比賽啊 我請問你60塊買連電 然後 50塊你也買一些 然後30幾塊你一直買 用力買 我請教你各位 你現在這邊是不是快要回成本了 是 趁著你30幾塊你就說 噢 你沒有回成本嗎 連電什麼時候害過你們 我講個故事喔 我去銀行辦事情喔 那行員喔 認識我 你有什麼股票 你有什麼標股 然後說啊連電 啊這連電這不算標股啦 是 我說越低你要買 我說台積電要嫌貴嘛 嗯 你懂不懂 因為我也不想買那種 我也不想亂買一些股票 因為你我很多股票我媽要預期 就我可以預期比如三個月內它可會漲 我媽要預期三年後它會漲 我不知道三年後我會再去那個銀行遇到那個辦事員 你知道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可能三年內這兩個股票都不錯了 你懂不懂 就連電嘛 台積電嘛 聯發科嘛 大家做朋友 啊你想要很標的 有沒有 8046藍店 還會噴喔 AB有宅版啊 是不是 3189的景碩還會噴喔 是不是景碩是不是五夠厚的股票 是 我再解釋一次喔 你什麼時候看過台股站長 這是台股欸 Luna 這是台股欸 對啊 對啊 很久沒看到這樣了 你真的不要認為會底部啦 你要跟我賭一千份 兩千份三千份雞排 我都可以跟你賭啦 你不要真的覺得這邊會破底部啦 你要跟你賭幾 兩千份都沒問題的 幾千份沒問題 巴菲特給我加持的 你怎麼會覺得整整會輸 所以Luna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今天來了喔 很多人說我聽說我嫂子 很多人說我天生運氣好 為什麼我就天生運氣好 今天如果CPI就算沒有怎麼樣 沒有間期 巴菲特買股票買台積電 會不會讓台股股市還是上一萬四 會 答案出來了 我是不是天生就是運氣好 你不跟我要跟誰 那你懂我意思嗎 今天就算CPI沒有間期 沒有什麼漲 巴菲特買台積電 這個消息還是會再怎麼樣 還是會漲 還是會漲 所以你看喔 15號之前 我不是說三大利多嗎 為人家買台積電 應該畫個X 巴菲特買台積電 可是這個上下漲則有沒有 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過程中 才敢跟你賭一個月內啊 你以為我隨便賭的喔 所以很多人喔 雖然討厭我 可是他真的要跟他正面贏訣的時候 我說來啊來跟我挑戰啊 不敢喔 你懂不懂 不敢啦 因為他們知道我是真材實料的 因為我是運氣好 很多人 到現在還在覺得 哲哲是運氣好才成功的人 我覺得沒辦法去判斷一些事情 我已經運氣好 運氣好十幾年了 從這邊喔 我很努力 我真的不是只有運氣而已 可是我很努力 就是因為我很努力 我算的每一個機率 加上我天生數學好 天生邏輯不錯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在一萬四以下 我不是叫你們all in嗎 我說你還有錢 拜託你 我那時候也告訴你 天黑請必演 錢亮起訴錢 該天亮的我講吧 錢是跌的時候 我說天黑請必演 對不起你 所以投資沒有 今天一堆股票要噴出去啊 一堆股票要噴出去好不好 那我要慢慢跟大家講 3035資源 這都要噴出去 你看這漲多少 從120到167 也漲了三成以上啊 玩品質一看是不是又創新高 創今年新高 一堆股票 這些股票我沒講過嗎 你們不要騙我啦 你們不要欺騙我感情啦 3583星雲 這台積電概念股 這邊是底部喔 到時候開始噴出去 再整次 台積電概念股 我就解釋 巴菲特不會賣台積電 按照過去經驗 只會越買越多 而且他這一次不是買幾億美金 他是買40億美金 比他第一次買蘋果還買得多 你懂嗎 結果他最後蘋果買到 拱到世界市值 第最大的公司 你聽懂嗎 而且成為第三大股東 你現在覺得巴菲特會不會成為 台積電最大股東呢 不要說不可能啦 一買 買一劑而已 就成為ADR持股1.2%的大股東 1.2% 台積電欸 1.2% 所以我跟你講噴出去啊 還會噴啦 你們要搞清楚情況 連發科也是一樣 拜託你 然後我講最久的 你看 連發科我也講一陣子 那還沒錯吧 我說沒有大錢你就買連發科嘛 2303 連電 這邊打抵多久啊 三幾塊你不理我 我那時候還說 拜託你們 你們不要再叫我想梗了 我那時候還說什麼 50元以下連電是什麼 老天爺 重大樂透嗎 大樂透 好像大樂透我想很多名詞啊 還金啊 大樂透啊 好像40元以下 你不要折磨我了 可是你看我都正面對決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麼好多股票 好多股票 最後我還沒跟你講 來來來 經濟日報股票真的 展停版啦 這個沒有錯吧 那沒錯吧 寶瑞嘛 是不是 經濟日報全股 M3E跟寶瑞嘛 是不是 寶瑞展停 還有我這禮拜 不是還有我這禮拜 你去考慮拉上去啦 好 到時候創為這些啊 蘋果概念股票會不會漲呢 你要值得同樣去觀察 這件事喔 巴菲特持股 你不論是比亞迪 你不論是 蘋果 股價 漲個十倍很正常 漲個十倍很正常 現在平均成本大概快五百元 巴菲特買大概四百八十元 我不要說十倍 我先突破七千元 你們的人生沒辦法想像台積電 兩千元對不對 對 我現在可以想像 我老實跟你講 我現在可以想像 我是無比樂觀 我這樂觀不是演的 這樂觀不是演的 是 如果你說十年後 但十年後有點噁心喔 你說十年後 台積電可不可以上兩千元 甚至三千元 我告訴你 我敢跟你賭喔 只是那時候 你可能你不在股市而已啊 我是看很遠的一個男人喔 所以你那時候 你不是台灣五十台積電 你那種起伏 piece of a cake 我從十萬塊起家的男人 就這樣子 到我現在財富自由 這些來說 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巴菲特是今年最重要的訊號 最重要的訊號 沒有質疑 本來就是CPI最重要 現在不是的 所有的外資會重新評估台股 你去想想看 M31寶瑞 經濟日報靠寶瑞 靠什麼寶瑞 得冠軍 然後呢 8046南電 你看一漲再漲 你去看一件事 然後晚品呢 你看這種走勢 2727 晚品也在拉 你不論是不是這些股票 都在噴出去 連發科也是一樣 也一直在講 重點是 來 連電噴成這樣子 台積電噴成這樣子 我會今天也秀出來 400元以下台積電簡訊 我說很簡單 你這輩子要不要買一張 400元以下台積電 做 做什麼 做紀念嗎 做紀念 有沒有做 有沒有做 千金難買早知道 折折敢賭雞排 敢看好台灣武士 你覺得是運氣嗎 前無古人後來者 誰敢像我這樣 去香港人家怎麼沒事 台灣股市 兩萬點絕對不是夢 三千元台積電 我告訴你 我認為很快 我不會說今年那太扯了 可是我說 以由巴菲特的目標來講的話 三千元剛好 兩千元 也普通而已 不論對我有錯 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去想看 你要找我的粉絲 歡迎大家下集 080668085 080 來來 幫您幫我 拜託各位 巴菲特是準備買更多台積電 不是要賣空 不是要看空台積電 不是要賣台積電 人生不要看那麼短 你會賺更多 趕快加入我們行列 現在噴出 剛開始 歡迎幫我們影片 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播到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A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A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來